财政预算案为首次购物者出台更多的援助 专家认为可以协助年轻人更快的买房 而至于调高私宅的买家印花税 则相信不会对房屋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40岁以下年轻夫妻和有孩子的首次购物家庭 申请预购组屋将可获得额外一次抽签机会 如果购买转售组屋 公积金购物津贴增加高达3万元 专家认为这两个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和买房子 并可以更灵活选择房屋类型 增加了购物津贴 让他们能够减少财务方面的负担 所以说他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要等待时间更长的预购组屋 还是现在已经完工建好了转售组屋 所以从这个3万元来说 让他们可以更灵活性地做一个选择 多一个机会是很好的事情 让我们比较有机会能拿到BTO的房子 因为之前已经我们已经 ballot了两三次也是拿不到 我觉得没有分别 我觉得 穿着是很轻松的 而在私宅方面 价值超过150万元的住宅项目 将被征收更高的买房印花税 专家预计受影响较大的 会是想要提升住房的家庭 但不会对房市带来很大冲击 这个整个买价印花税的增加 不是说不鼓励国人去买私宅 可能你就有能力买比较贵的一些私宅的话 你就付高一点的税额 李斯德举例 如果购买200万元的房子 新买价印花税框架下必须多付5000元 一般买家还是负担得起 如果是千万豪宅则必须多付约15万5000元 占房价约1.55%